早安 早安 不好意思最近我們這三個 玩山中小五有點上癮 所以今天直播也要來玩 今天直播要推大家坑 真的好玩 超順滾煎我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你說煎我不錯 不是啦煎果也蠻好吃的 我剛剛聽成煎我不錯 欸欸欸欸 你沒想到 怎麼捐 冷靜 好那在場有玩過的是只有我跟哈記跟語樂嗎 對 好 沒有啊 ok那 跟沒玩過還有觀眾 稍微講一下 也不是稍微啦要講蠻詳細的 講一下這遊戲怎麼玩 這個遊戲的目標呢 目前為止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只知道 我們是一群 呃在一個大雷雨中 就是車子拋錨在路上壞掉 然後 我們唯一看到的就是一棟 山中的小屋 嗯 所以呢我們目前現在的目標就只有一個 就是想辦法躲雨 進入小屋內探索小屋裡的房間 就這樣 對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目前只有這樣 好 那 呃 之後探索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可能就是 後續才會知道這樣 嗯哼 好 現在呢就是先請大家先 選你自己想要的角色 欸你要用抽的也是可以啦 呃 你要介紹一下這些 東西是什麼 因為我們完全看不到 沒有沒有沒有不是不是 現在 現在是先角色角色先 對你不用擔心我一定要跟你講 角色有差異嗎 上面總共有六種卡片 對 每一個人都有兩種人格 嘿 嗯 蛤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當做是十二個角色啦 對 十二個角色 然後你可以選 選擇看一下哪 哪一隻 對 有人選了同種顏色的卡牌 就另一個不要去選他 應該是說不要就是一種顏色整一個啦 對一種 對對對 所以就剛好六個 對剛好六個 這個遊戲只能六個人 蛤 對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每個角色卡上面 有一些數字 那數字中間它有一些綠色的 綠色是代表它其實的那個 初始值 哇要放到這麼大才看的到 嗯 按auto就好了 按auto也可以 對 那個綠色就是初始值 那那個初始值呢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在呃 這個遊戲常常會要做檢定 那檢定就是值骰子 那那個數字就是你能用到的骰子數這樣子 然後左上是力量 那個NIGHTC力量 左下是speed是速度 那右上是理字神字 那右下是知識 嗯 大概是這樣子 對那就先選 然後之後後續再跟你們講 然後還有一個速度的部分 影響到你可以移動幾個格子 OK 嗯哼 那怎麼選啊 就是 就隨便啊 你想要哪一個就哪一個 這沒差 對其實我覺得還好 怎麼拿 拖走這樣 對對對 然後卡牌上面它有個小小小的 你的小人 等一下放到房間裡面去 嗯 好妹妹我的了 哈哈哈哈 選妹妹 我拿來紫色的 好那 傑克咧 傑克想選什麼 看一下喔 嗯 我選你們剩下的 哈哈哈 欸上下就是他們人格對不對 對就是人格不一樣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喔 力量 看一下喔 嗯哼 欸說右上是什麼 理智嗎 San 對 Sanity是神智 喔原來San的全名是這樣的 哈哈哈 Sanity Sanity跟San不一樣吧 對跟San不一樣 San是別的東西 好不一樣 不一樣 好那允悅呢 允悅你選我最後 其實你只剩小男孩跟 藍藍女啊 哈哈哈 我看看他的數值喔 好 嗯 嗯 好啦 我選這個 欸因為 我現在關賣 因為 玩這個遊戲是大家都要討論 所以 等一下可能訂閱斗內的 剛卡牌上面也 我會延遲在講 因為我要關賣 拿出來吧 放在第一個 放在第一個 因為他有點擠 所以我要縮小了 喔 很縮小啊 還是把那個卡牌放大 是 按減 你說卡牌 然後 其實可以縮小就好啦 這個這個都好 喔 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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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小 老人比較高一點 合理 我小孩男孩比較小 哪一個是縮小 右鍵 那個SCA SCALE 然後大 對 喔 大 嗯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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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老人最大不錯 可以 我覺得可以 那沒票最小 啊 什麼大 OK OK 好 然後 接下來 角色的部分的話呢 現在呢 就大家來拿這個 圈圈 左下角 左下角 最左下角這邊 有個小圈圈 放在你的綠色的值上面 然後 最左下角有個圈圈 最左下角 這個嗎 OK 怎麼叫綠色的值 就是你卡牌上不是 每一個屬性上面有一個 數字是綠色的 嗯 嗯 把那個圈圈放上去 代表現在 現在的屬性是多少 沒錯 所以它是 那個數字會增加的喔 會增加 所以我們要拿三個圈圈是不是 四個 四個 因為有四個能力 你是說放在綠色上面嗎 真的耶 對 因為你初始值現在是在綠色的位置 好 嗯 喔 這個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方便放的方法 我覺得是好障礙 看它的意義 看它的意義 看影子 看影子 對 其實我們其他的可以先收起來 哪裡還有圈圈啊 左下角 袋子不是可以一直拿喔 袋子 白色的嗎 所以我剛是拿了別人拿出來 對 有圈圈 其他多的角色就先放旁邊吧 對我現在想辦法放旁邊 你就疊在疊在這旁邊就好啦 對 疊在這 好 好 欸你不要把我的角度拿走 那是我 好 你的這隻喔 那是我 哈哈 Sorry 有沒有塞在別人的桌子 就這樣子就好 放在旁邊就好 OK 好 我想要把我的這個牌放大一點 這個 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放大放大 呃 預計嗎 預計應該開到 closet 哈哈 哈哈 桌遊這東西才會被調下去了 好 可以問一下喔 嗯 遊戲時間 大約 嗯一個小時 這麼快喔好 只是我們第一次玩應該會久一點 所以大概會快兩小時 大概就結束了 我們就先跑一路看看 看狀況 好的 然後 我覺得現階段 應該先講這些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牌面上 他不是有寫 這個角色的生日 生日在哪裡 在卡牌周圍 頭有一圈 對 你看一下 你自己的生日 跟這個角色的生日相差幾個月 等一下 那是哪一個 birthday 那一圈的最後一個birthday 太模糊了吧 我差了7個多月 團團幫我看 真的太糊了 我可以開始問一個非常白癡的問題 match是3月 3月3月 繁星是11月9號 這個是12月10號 是差兩個月又15天 兩個月又10天 我的是6月 6月6號 所以是哈記 距離角色最近 跟什麼東西差幾個月 自己的生日 跟自己的生日喔 本人的生日 喔喔喔喔喔 我差45天 那我覺得是哈記了啦 哈記了吧 就我先拿 所以是 我這邊好像是 三四個月吧 嗯 那就好 所以呢 就是剛剛會這樣講 是因為這個遊戲 他判別說誰要先的 定義非常的酷 就是用這種方式 嗯 OK 那所以呢 現在就是以哈記為主 然後順時針 然後再來是傑克 允月 喵哈 麻煩現在我這樣 好 好 那哈記可以來示範一下 現在要幹嘛了 呵呵呵 好首先呢 我們現在這一開始在正中間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 我們人都在大廳 一開始就有三張卡 大廳 然後這個算是走廊吧 門廳 然後再到一個往二樓的樓梯這樣子 好 一開始可以看到知道往二樓 都往哪走 二樓你看左邊 最左邊有一個 單獨的一張卡牌 這我拿不起來 就是我骰子放這邊 這個 嗯 這邊這個 這個是二樓 二樓的樓梯樓梯口 那他的四周都有一個黃色的小門 代表還沒還沒探索 那我們走過去之後 才知道那邊是什麼東西 就是用抽的方式 才知道那邊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最右邊有個地下室 地下室的我們目前還不知道 怎麼進去 嗯 也是用抽的 可能會抽到樓梯 才知道那個樓梯往樓下走 哦 好 那我們等一下放大我這樣 等一下我們卡牌 就到卡牌怎麼辦 這樣會卡住 他不能拉 我想說要拉他 對他不能拉 所以還是縮回去 先不要放大 好吧 對因為他沒有辦法動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就說 好那我就 你可以看到我們那個門廳這邊 上面有幾個黃色的門 那代表那邊就可以走 嗯 好那我這一次就先走上面這邊來 等一下這不是五角色 嗯哼 那就是抽一張卡牌 那卡牌的話下面 下方有一個這個房子符號 那你要看他 因為上面有寫 UPPER嘛 代表這個是三 這上面有三層樓 這個是二樓 中間亮起來代表是一樓 所以我要抽到 一直抽到一樓亮起來 等一下這有沒有 這有沒有洗牌啊 洗一下吧 先洗一下 哦有了有 這個燈號 這個燈號 這個燈這個燈這個燈 這個燈這個燈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在一樓 我們要抽到有Ground的 第二就是那個中間那一層 一樓有亮起來的 嗯 那就抽抽起來就可以把它翻過來 翻起來 放上去 哦這是我 垃圾房 嗯 好 整個卡牌是有放大的 不知道 我剛剛稍微放大 把它縮過去 嗯 好 一個兩個兩個 OK 好那這邊的話垃圾房就是有 上面寫說 呃 我們是沒有中文要自己自己翻 這個 有這文件 下面有寫 卡牌裡面 我們可以把那個 手移到那個 我們剛抽到這張這張牌上面 上面寫的是垃圾房 然後當你離開的時候 你必須要 值一個力量判定 如果要大於3 啊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會失去一點的速度 大於3的原因是為什麼 就是它的設定 它的設定啊 哦下面那個roll3是嗎 對 對對對 哦 你就把它想成那個 TRPG就是在檢驗這樣子 檢定這樣子 就是要塞塞子 嗯 那我 你要抽烏鴉 哦對 上面你可以看到那個 卡牌上面有一個小烏鴉的那個 塗鴉 烏鴉的符號 哦 看到了 那代表著 我到這房間的時候 我就抽一張那個 Oh man 預兆 那翻開來 就直接看一下 我獲得這個東西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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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攻擊一個有神智屬性的對手 你可以以神智來 進行力量 神智取代力量進行攻擊 OK 所以呢 這個代表著說 平常如果你想要打人的話 你 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都只能用力量去跟別人做打鬥 除非你有一些特殊道具 像是哈記抽到這個東西 他就可以用 他可以用Sam去打架囉 對對對 對對對 不然平常 不然平常大家都只能用力量打架 那 你抽到這個烏鴉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進行一個 預兆檢定 我要拿6顆骰子去骰 所有人嗎 沒有只有他而已 那 那 如果說這個骰出來的數字 小於 躺上所有的烏鴉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確定說我們這一次 要玩 這一輪要玩的目標是什麼 這樣子 嗯 劇本就開始 就等於說我們現在我骰 現在6個骰子對不對 我現在一個烏鴉 那我只要骰大於1就好了 如果小於1的話 代表我們的劇本就開始了 對 那你也說小於1你也蠻厲害的 對啊 應該不太可能啦 有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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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超過 超過超過沒事沒事 好 那這樣就是進行 你所有的動作 那就換下一個人 這樣 這樣就換我 是 就是先開房間這樣子 那我先往 大門那邊不能走 這邊 好 那你就抽房間 第一張就是了 所以就直接拿這張下來 拿一張 對拿一張就好了 好 翻開 可以走同一間嗎 可以可以可以 走同一間的話 就是看你的 如果是已經探索了房間的話 就是看你的移動速度 大概決定可以走幾個 沒錯 像捷克現在抽到這張是 Garden 花園 那花園他們有特殊的東西 像我剛剛是垃圾場 上面有一堆文字 花園沒有任何文字 表示沒什麼特殊事件 但是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螺旋 這個符號 所以你要抽一個 Event 就是這個 這個事件 翻開來 看一下什麼事件 好 血心幻象 那就給你念啦 這間房間的牆壁 陰鮮血而潮濕 血液從天花板滴下來 留下牆壁 留過家具 直到你的鞋子 轉眼間全都不見了 你必須進行神智檢定 4加你挺過去了 獲得一個 一級的神智 後面就是你骰數字 1 2 3 4 對 神智檢定就是 你看你的卡牌 Sanity Sanity 像你現在卡牌上面是3 嗯 對吧 Sanity Sanity上面那邊是3 所以你現在拿三個骰子去骰 你要骰超大於4 不然就會 會 慘慘的感覺 這麼刺激 對 你就 狂起來 按R 按R也可以 3個骰子喔 對 他只有3個骰子 看他的那個Sanity 因為他是說精神檢定 就是他右上角那個數字 哇你也太衰了吧 等一下 太強了吧 大白骰欸 哇 0 如果一位探險者或者是怪物 和你同一間房間的話 或是隔壁房間 你必須攻擊他 蛤 所以 沒人 呃 他現在是沒有 隔壁房間 可是探險者在隔壁房間啊 然後你要選一個 跟他打架 力量最低的探險者跟他打 幹不是我吧 哈哈 你力量 我3欸 我力量3 我力量4 我3欸 那我 那 對賣的就是力量 好好好 捷克你開場 好 等一下捷克開場怎麼失控 欸 再一次再一次 1 1 1 那就 那打架呢 就是看那個捷克你的力量是3 那你就是值3 啊我也是3嗎 3顆 對 沒錯 來啊打架啊 打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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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值啊 1點 直接丟出去這樣子就好 對 或是你直接拿起來按R甩也可以 欸我剛剛按R他會這樣 你就你就空起來 那就是甩就好 你把他丟出去 喔好 空起來就好啦 這樣嗎 哈哈哈哈 好沒事沒事沒事 防禦神功好沒事 他閃你 你防禦神功 對你 防禦神功 沒事沒事沒事 等一下 你這個平安 你這個是只有 空白嗎 這空白有幾面啊 空白兩面 一點兩面 兩點兩面 哇 擺起來欸 哈哈哈哈 你好夢 你玩吹牛一定很強欸 哈哈哈哈 哈哈 用過放上面這裡 好 好 換我啦 換我啦 我要去二樓玩 我看一下我移動是 三格喔 嗯 V2 三格 就不能探防欸 那 我先在這裡好啦 好 嗯 等一下像影月就是沒有抽到 Ground的那個卡片 就是直接放到棋牌堆這樣 嗯 然後呢 接房間基本上一定盡量門對門 嗯 嗯 對盡量門對門 像我的垃圾房跟他的那個 Gain Run 比較中間要有一個門嘛 就是對 對 當然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這樣子 轉 反過來這樣放 這樣也可以 對對對 就要看他 看coder的人決定這樣子 嗯哼 欸我現在不太懂 剛剛影月說他不能去二樓 因為 我可以上二樓但是我沒辦法探房間 對 因為他剛角色在那邊嘛 如果一步兩步三步他只有三步移動速度 他就不能在第四步去開房間 對沒錯 所以他選擇去旁邊這樣子開 喔所以他沒有要去二樓現在去開右樓 對他去開一樓的 好 哇 因為你太猛了 吊死者 一陣冷風吹過的房間 在你眼前有三個男人被磨損的繩子吊著 他們用冰冷死亡的眼神注視著你 這三個人靜靜的搖擺著 然後逐漸的化為塵土落在了地上 你感到的窒息 然後必須進行 每一個屬性的 你每個屬性都要檢定啦 每個屬性都要檢定 要加二以上 對 然後 如果零或一的話就會失去一點該屬性 對 那如果我四個屬性都成功加二 甩出二以上的話 可以選擇一個屬性加一 好喔 閃起來閃起來 怎麼不是捷克玩那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力量嗎 第一個是速度吧 速度先 速度先好 速度三 速度三 三顆 好三顆 好三顆 三顆 來個 漂亮 好難喔 好難喔 好衰喔 他剛好這個最衰啦 他這個最衰 對 扣1然後 力量是四個 這怎麼放這裡 這個用過了 這用過了 上面那個discard就是移除的阿 他有放個移除堆 他有放個移除堆 好 等一下 開始往上 因為他就定在這裡 他就定在這裡 好 來 下一個是力量 我還沒閃我還沒閃 我只是把他移位子而已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力量沒事 然後 精神 很精神還是四 來 四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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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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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也是四 好 我怎麼覺得我一開始就要掛啦 嘿 過 人物死掉 人物死掉就是你那個角色 有任何一個屬性歸零 就是掛掉了 那最後一個骷顱頭 那就是死了 骷顱頭就是掛掉了 好 我沒事啦 好 下一位 這遊戲 好恐怖 呵呵呵 所以我現在speed是四的情況下 我是可以到二樓探索吧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嗯 那我就去所謂的二樓 二樓的話是這邊要選 第一個 就這一張就可以了 對 第一個亮了就行了 嗯哼 那你要去 欸我要怎麼拿起來 又 拿的是拉手啊 不要久按啊 那你要放哪 那四個